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HTML5的标记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现在知识点非常简单,有两个 第一个是DIV标记,刘布局的文字块 第二个是HR,它是一个网页上的水平线 咱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两个标记 首先是DIV标记 DIV标记它是表示刘布局的文字块的内容 DIV标记本身没有特殊的意义 它一般配合class, long, title等属性一起使用 咱们可以把DIV标记理解为是小于自然论标记P 但是又大于文字块标记span的这么一个中间标记 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就是说在Bootstrap中,咱们经常使用DIV标记来进行页面的布局 也就是说在Bootstrap中,用DIV标记是非常非常的广泛 这里边的DIV的例子也是非常的简单 用到两个属性,一个是long属性,一个是class属性 分别代表着DIV的内容是一段日语 这个地方是一段日语的文字描述 使用方法其实和P的自然段使用方法是完全的一致 比较简单 好,接下来咱们再看今天另一个标记,HR标记 HR标记它是段落间的水平线,或者说是网页中的水平线 它用于分割不同的内容,也可以是段落,也可以是一个区块 咱们看一下HR标记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HR标记的上方是一个普通自然段 HR标记下方也是一个普通自然段 通过一条水平线把两个自然段分开 结合以上两个标记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准备一个综合的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自然段 我爱唱小苹果 然后是一个HR标记 它来标记上下自然段的分割 下面的自然段呢 是对上面的自然段进行一段日语翻译 翻译的内容呢,用给DAV浪标记进行表示 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例子的大体的内容 好,咱们现在看一下这段例子的实际网页显示出来的效果 这里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标准的LTML5的网页 咱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在主内容区呢,是第一个自然段 我爱唱小苹果 然后呢,是一个水平的分割线 下面呢,是对上面自然段的日语翻译 写法呢,和刚刚呢,是完全一样 咱们现在呢,运行这段网页 好的,网页已经运行起来了 咱们看,第一个自然段呢,是这个P 我爱唱小苹果 然后咱们注意,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水平线HR 然后下面呢,是另外一个自然段 对上面的一个自然段呢,一个翻译 然后翻译的内容呢,部分呢 这个地方,咱们用DAV标记进行标注 这个呢,就是刚刚这段代码呢 所显示的内容 好的,这里呢,还有一个例子 给大家也展示一下,是这个index2 咱们把这个文件呢,打开 这个也是个标准的LTML5的文档 咱们看一下主内容区域 首先是一个标题 段落形态确证 然后呢,是一个水平线 接下来是三个自然段 然后再接一个水平线 再接下来是三个DAV的区块 三个DAV区块之后呢 再接一条水平线 再下面是三个span 刚刚呢,我给大家说过 DAV呢,是介于P和span之间 它小于P的影响范围 但是呢,又大于span的影响范围 咱们看一下这段代码的实际显示效果 网页虽然已经显示出来 但是呢,为了给大家观看 我把窗口的大小呢,稍微调整一下 大家请稍等 好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HG标题 然后呢,是一条水平线 之下是三个p的自然段 大家看,三个p的自然段 它的行间距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是三个DAV的自然段 咱们大家看 DAV之间呢,是没有行间距的 比较紧凑 这个呢,也是为什么Budelstrap 使用它进行布局的原因之一 再接下来是三个span 三个span,大家看 甚至连回航都没有 是非常紧凑的文字块的内容 这个呢,就是p,DAV和span呢 在浏览器上显示效果的区别 咱们大家记下就好了 好的,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上 请大家下载 OK,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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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